好继续带来看到因为天灾跟气候的因素影响是六时石山的灾情是频传 那么这两天之内呢其实也已经完成了抢通的工作 目前是抢通完毕了 那么江东城也提醒民众虽然六时石山道路是已经抢通完毕 但是民众在进入山区的时候务必要专心的行车小心经过 因为天灾气候因素影响是六时石山灾情频传 两天之内完成了抢通工作目前也已经抢通完毕 副理乡长江东城也提醒民众虽然六时石山道路已经抢通完毕了 但是民众在进入山区的时候务必要专心行车小心经过 我们沿途蛮多的树木还有土石流的部分也算蛮严重 虽然初步已经有做相关的清除 让这个车辆能够上山下山 还有让相关的民众尤其是山上的那个谁查农这些 还有住家他们能够顺利的上下山 江东城说这一次台风带来的布里的总雨量大约有600毫米上 雨量又大又紧造成乡内许多道路受到损害 其中就是六时石山的产业道路部分是柔长寸短 其他的游客部分的话我想尽量不要上山 其实这个边坡各方面也非常的不稳定 路况也非常的不稳定 所以在这边建议没有必要的话就不要再上六时弹山这几天 然后居民上下山的话我请他们特别来注意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相关所会持续来注意到这个六时弹山的一个路况 路数以及落石在这次台风过后都能看到横躺在路中间 行经时非常危险 虽然公所已经清除完毕了 但是路况不是非常良好 公所呼吁除了当地居民之外 游客近期内先不要贸然上山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